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线索自然是要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啦 那么 亲爱的旅行者 你愿意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吗 不好意思 我时间挺宝贵的 这是另外的钱 好的 感谢金色的娜娜 森林会记住你的选择 请注意 奖励会在书中 以一串神秘代码的形式出现 还请全程保持专注哦 什么派蒙行为 那有奖励的话就这样吧 不必担心 它是一本智慧之书 拥有着特殊的能力 会让接下来的一切都像梦境一样 自然地呈现在各位旅行者的眼前 那么 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本书的序章吧 请你开始想象 此刻我们的计划都已完成 我们救出了小吉祥草王 改变了整个须弥 刚才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闪过去了 不是离开虚迷 对我们 对他 可能都是好事吧 一种感觉 可真是奇妙 用自己的身体走出牢笼 原来会是这样的心情 让我加破课吧 不过 现在好像不是该沉醉于这种感觉的时候呢 现在桃花来得及了 拒绝打扰 星辰 归我教下 索性 还有一点空险 足够我在离开前收拾好一切 所以 你们觉得事情结束了 等等 不对 不 这样不对 那是被世界术所藏匿起来的 有关整个世界真相的秘密 已经完全成为了神明的散兵 会长智慧的神 怪不得就连你的人命都会像你悲弃 明远将 无处必足 轮轮百年 在这里牺牲掉旅行中 难道不是你们的计划 尼璐 你真打算那么干 为了他们而冒这种风险 我必须承认 我有一点害怕 但为了小吉祥草王大人 我愿意尝试 海尔海森的计划比想得还狠 兄弟们 让他们知道杜金旅团不是好惹的 花招儿 你是背叛了整个虚迷 背叛了神明的家伙 创造神明 我们可是被以人类的智慧 创造神明 你可以 出现魔神战争的一角 来为我作为神明的诞生而证明吗 好 没想到第一个奖励来得这么快 更没想到说的开篇就这么精彩 对 而且不过虽然说这是书的序章 但是已经是虚迷魔神任务的完结篇了 在经历了花神淡季的轮回 还有惊心动魄的沙漠之旅后 故事的最重要终于要来了 旅行者将和可靠的伙伴们一起 组成拯救神明的队伍 向教练愿发起挑战 这场面真让人期待呀 那么序章之后又是什么内容呢 你已经完全进入状态了嘛 不过你先别急 故事的结局并不是大家在虚迷旅途的终点 等待着旅行者的 还有许多未解开的谜团 不论是小吉祥草王还是博士散兵 或许都将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情报 不过也不必担心 今天还会有两位队友 和我们一起组队来读这本书哦 还有队友 对的 别拖我后腿就行了 好耶 旅行者们好 我是纳西达的配音演员花灵 虽然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状况 但还是很开心再次来到这 不不不 还是很开心再次来到这里 和大家一起来阅读这本神奇的故事书 好耶 花灵 哈喽大家好 我是赛诺的配音演员李青阳 我感觉我一说话就跟你们格格不入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很快 画风突变 对 就是在经历了上次的事件之后 旅行者和赛诺也从一开始的误解到后来逐渐的熟识和信赖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见证须米主线故事的完结 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确实 我觉得 你们也在同时 对啊 画风完全不一样 是 欢迎欢迎欢迎 你要有动有劲 对的 刚才的序章大家也都读完了吗 也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觉得每一次版本PV都非常的震撼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我最关心 最最最最关心的一点就是大家要怎么样 才能救出我们的纳西达小草神呢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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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对 但是小草神被博士禁锢在近上宫 那里一定会设下重重守卫 对 虽然我对主角的实力还是蛮有信心的 我看到散逼那个超级大的boss形态 再想想还有一个难以揣摩的博士 好头疼啊 愚人众还有教练队 从正面发起挑战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花玲老师这是进军兽儿主持节了吗 不是 我觉得吧除了那个愚人众执行官 大选者那边可能也会防范一些吧 对对对 就是有了赛诺和埃尔海森 就是两位内部人士的写 教练院可能也不是那么牢不可破 对吧 对对对对 确实 我们里头有人 没错 而且赛诺作为教练院的大风机官 肯定有他想做的事情 就是虽然他一直在被教练院所算计码的 到最后的时候 他终于幡然醒悟 终于好好可以算这笔账了 好 对的 就像现在的我们也需要你们两位的帮助一样 想要拯救须米 肯定我们也需要更多同伴的力量 其中最不可或缺的呢 估计也是小草神本人的力量吧 我很期待看到大家各自的活跃表现 没错 毕竟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就是纳希达的全部啊 没错 对 因为毕竟纳希达被关在那里嘛 就只能通过我们和外界进行一些联系 之类的 但是我更好奇的是除了拯救纳希达 我们要怎么去拯救世界术 还有大词书王留下的那句 世界遗忘我 都是什么意思呢 从我知道的情况来说呢 刚才阿宝提到的这些问题呢 都会在这次的旅途中揭晓答案哦 不过 再多的解读也无法替代 旅行者亲身的体验啊 书中最精彩的章节呢 还需要各位旅行者亲自来翻开 我真好期待 而且那就别聊了吧 我想 尽量 去玩游戏 对 尽量多给我留一点 不知道的东西 我想来个沉浸式的体验 不过我们确实已经在提瓦特旅行很久了 或许这回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对哦 对吧 就是我比较奇怪的是啊 在故事的结尾 然后等待虚迷是什么样的未来呢 就是如果说虚迷和教令院 或许会迎来新的转机什么什么的 然后一路过来所结交的朋友们 又有什么样的新的命运呢 对 我也很关心他们呢 就是像迪娜泽黛和柯莱这样 身受魔灵病困扰的病人 还有一直以来遭受着不攻待遇的沙漠人民 希望他们都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对哦 确实这些 还有很多角色也好 NPC也好 他们的故事 也我觉得还在虚迷里面 戏份还挺重呢 对的 也都挺期待的 我个人也特别希望这个故事 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体验 因为这其实不光 因为这其实不光是一个 关于智慧和神明的篇章 也是献给各位旅行者们的故事 刚才说到的那几位NPC 我录的时候我自己很心疼 我看的时候三点灵我也很心疼 最好难受啊 对啊 所以还是还是请大家就多多期待 参与拯救神明计划的成员们活跃的表现吧 没错 对的对的 那么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研究研究这个巨大的机械人偶了 你才什么的 你说这个我就不困了 这应该就是教练院造神计划的产物吧 对 不得不说 那个大机甲的压迫感可以说是非常强了 我以为第一次在这种作品里面看到 估计那个博士呢 不帅 对对对 估计博士在这场试验中呢也投入了不少的精力吧 确实 虽然说是敌人 但是我还是得跨一句这个boss特别帅 真的真的 然后这个怪物形态的散逼确实当时我在录的时候 近期让我很惊喜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是这样一个方向 然后那个我还在听制作组的同学说 他的技能的一些完成版的特效啊 或者说是一些动画的演出 比我当时录音的时候看的那个未完成版的 还要更加酷炫更加强大 我好急啊 为什么还不出啊 不完成的那种 对对对 快聊一聊 快聊一聊 好好好呢 下一页不就是了吗 快饭 快饭 o我ق漏 我发快地 我毕塑 我了解 我们 那既然是机械人偶嘛 怎么能没有超强的机械臂 以及酷炫的变形呢 变形 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散兵就会操纵这些机械臂 对大家发起进攻 这些机械臂有着几种不同的元素能力 机能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甚至还会在地面上 对 还会在地面上形成 灼烧和寒冰的区域 又火又冰 对对对 那是不是会有 就是打机械这种时候 是不是也像打那小宝那样 就会有硬直之类的 让它们瘫痪 是 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核心 不知道能不能攻击那边 如果能攻击的话 可能效果会很显著吧 对 不过它那个核心 其实也挺靠上的 可能得想个办法 接近一下那个核心了 然后地面上 会有一些元素的法阵 如果能够激活它的话 应该会触发 触发 触发 哪里的风影 应该 如果能激活它 如果能激活它的话 应该也会触发一些 意想不到的效果 但我最在意的还是这个 看旁边漂浮这个小东西 看上去好像有点像纳西达 什么 好可爱呀 是 当时录的时候也觉得很可爱 你真的觉得像我 你究竟 你究竟 虽然这个小东西它不是纳西达 不过它确实是很可爱 而且它很厉害 大家需要在对战过程中 设法为这个小小东西 小小助手补充能量 释放特殊的技能 来应对BOSS的各种机制 它能帮助到你 对对对 而且不仅如此 在散兵变成这个高高大大的 巨型机械形态之后 它常规的攻击也是很 是我们常规的攻击 说漏嘴了 我们常规的攻击也是很难 对散兵造成一些实质性的伤害 毕竟它 机甲嘛 所以只有这个小助手的攻击 才能够有效地削减散兵的护盾 甚至在一些情况下 大家还可以使用瞄准模式 来攻击散兵的弱点 好 我感觉这个打起来体验感应该很不错 没错 和散兵打就像是用炮弹对轰 我最喜欢炮弹 它的那些技能就是 散兵技能太酷了 就特效全开 就是 就感觉就 身在宇宙之中来一场太空大战 是很浪漫 是有点星空的感觉 对的 光是看着就已经很酷炫 而且我感觉实战的时候 我们就是亲身去在他面前和他对战的话 应该还会有比看更多的更强的那种压迫感吧 急 打破破 好急 好急 好 先别急 好 那么我们前路的危险大家都知道了 这本书的作者呢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可以共同冒险的新伙伴的资料呢 看起来似乎可以在旅行途中提供帮证 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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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那希达 不过回想起来 刚才虽然说是新伙伴 但我感觉我们和那希达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了 早就已经不是什么新认识的新伙伴了 而且我觉得应该已经算是很亲密的好朋友了 确实 对对对 我也觉得 不知道大家在跟那个那希达对话的过程中 有没有感受到一些 就是那希达特别喜欢用一些 有点 有点微妙 不对 应该说是奇妙的比喻 对 是吧 对的 就有点像用那种小孩子的比喻 小孩子的说话方式 然后用来讲一个特别宏大的道理 对 我觉得还挺符合他的人 对的 符合对不起 对符合对 就这样子的比喻应该可以理解到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吧 因为对于那希达来讲呢 其实他从出生以来都没有到过外面的世界 对 所以他脑子里的那些知识呢 对他而言都是他其实从未实际见过的景色 就有点像只在教科书里面看到一样 对对对 他那些知识就是在他脑子里的 但是他不是自己去亲身体验过啊 看过的那些景色 所以他会尝试着用他 就是这种比较小孩子的讲话方式 去想那些奇妙的比喻 试图来让大家理解 所以呢 如果说如果说大家有机会能够解救他 解救他能够让他脱离牢笼啊 亲身参与旅行者的旅途 就跟旅行者一起去见识一下这个提瓦特大陆啊 见识到不同的风景啊 遇到不同的朋友不同的人 甚至是拜访其他那几位那几位神明 我真的很期待这个桥段 对我也特别期待 就他们都很不一样 我想他到时候如果有这种机会在 他绝对不会拒绝的 就是总感觉踏上旅途这些事啊 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就很平常 对的 但对于纳希达来说就是 就跟梦一样 就因为没有出去过嘛 对对对 而且 虽然我感觉他虽然能够通过别人 或者是通过梦境来感受外面的世界 但始终也是一只像龙中鸟一样的存在 而且明明他是那么一个 又仁爱又宽厚的这样一个神明 但是他就是现在也能感受到他并没有对那些在过去的五百年里冷落他的 虚迷人啊或者说教练院啊抱有很强的敌意 但是这些 对 贤者 对 还是这样子对的 对了 我想到这里我就恨不得冲进镜像公文的救出来 把墙砸了 气死了 别急 算了我们一起急 我相信现在肯定已经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了 那些教练院你们没有好果汁吃 没有好果汁啊 我觉得龙哥说的特别有道理 如果大家呢想要更多的陪伴我们的那希达 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章节 就是关于那希达的传说任务 智慧主持章第一幕 欢迎大家亲自来读读看哦 好 当然了 考虑到大家的剧情体验 嗯 这里我就不跟大家说很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那希达跟他的故事 我也会为他由衷地感到高兴 是真的由衷地感到高兴 大家 我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他 我现在就已经很喜欢那希达了 是的 哎呀 好 既然那希达已经成 可以成为与我们一同在提瓦特世界战斗的伙伴了 我想他的战斗技能 大家一定也很关心吧 不知道这本书里是不是有记载的好不好 我撞了 就是我关心 不 直说就行了 对 我也关心 大家都关心啊 对的 都不止你一个人关心啊 来来来你看 这里有哦 果然要亲眼去看 才能感受到世界的美 慢言吧 此极 智慧之殿堂 好牛啊 哇 真的啊 放秋千 跳格子 对对对 小草神真的 哇 爱了爱了 真好可爱 对 真好可爱 就看起来特别乖 就很想让人疼爱 这种跳 有点很可怜 对对对对 这种跳格子的这种什么这种游戏 就我们小说都玩过嘛 对对对 肯定不是一个人在玩的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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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一个人确实是好孤单哦 别说了哭了 没关系啊 别说了哭了 没关系啊 没关系没关系 以后大家就可以陪他一起玩耍和战斗了 没错 对 那希达有一项非常特殊的天赋 在战斗外 他可以通过释放元素战技 与一定范围内的部分采集物进行交互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可以直接将采集物收进背包 很方便吧 此外呢 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效果 好便利 其他的效果 其他的效果 差点就发出一些上部的态度 我觉得他这个就已经很 很方便很好用 对对对 这个天赋其他的效果 是 会比这个还方便的效果是什么效果呢 那就不知道了 就不知道了 要是要亲自去体验嘛 对 但就能与一些花花草草交互 就小草神的权能 好厉害 好神奇啊 毕竟是智慧之神的 嗯 我特别喜欢这个设计 就是跟花花草草交互 就很可爱嘛 对的 就这个小东西和小东西 对啊 小东西 而且呢 他作为一个使用法器战斗的角色 他的战斗方式也特别独特哦 他可以通过短按或者长按进行瞄准的方式 来释放元素战绩 被命中的敌人呢 都会被草神特殊的印记所连接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成为元素反应的触发对象 以及受到草原和造成的伤害后呢 将会被纳希达再次释放 灭境三叶 哦 哦 不明觉厉 这个技能 这个手势好可爱啊 这感觉纳希达在观察着大家一样 对对对观察 拍照一样拍照的那种姿势 对对对对对对 看着你们 谁也别想跑 我在盯着你们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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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元素是什么效果呢 水元素呢 会使特殊领域的时间延长 我觉得很好理解 这个草加水 茁壮成长 延长了 不是 我真的感觉欢恋一下 静静少儿主持 或者少儿教师 我在这里听得好明白 就像老师一样 讲课 但这是我自己瞎编的 不是官方的 不是官方的解释 当这三种元素角色的数量 至少有两名的时候呢 产生的对应效果 还会进一步增强哦 另外 就算纳希达回到后台 只要队伍还在这个领域中 这些效果提升依然会生效哦 看来为了纳希达 我得让空宝区和雷元素共鸣一下 因为其他两个元素没办法共鸣 这个技能一放 就感觉像是直接换了战场一样 上一面还在挨揍 然后领域一开 旅行者的队伍 Shoot Time 很优雅有没有 对的 对的 很高大上啊 是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新伙伴了 看书中的描述 似乎是一个非常 有个性的教练院学生 平时里总是一副无精打采 忧心忡忡的样子 像是与学业殊死搏斗后的结果 有极势感 对的 极势感 对 对 是 这位叫莱伊拉吧 就是她 她给我的感觉啊 就是看上去就是一个 比较虚弱和焦虑的少女 对她研究星象啊 什么 就是在别的人看来啊 就是她就很奇怪 又很神秘 是吧 说不上来哪很奇怪 对 对 就是但是说到学业搏斗 倒是有一种 回到大学时代的亲切 休止的报告啊 然后导师啊 还有永远的那个 赶稿子呀 就是写那什么论文之类的 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都抱佛讲过 这文亲切 还是让屏幕前的各位 先感受吧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不要不要 我不想再提 已经解放了 对 那 估计我觉得 在看我们这个节目的 很多人可能都已经 像有一种 哇 怎么我在看这个节目 还要想到那些 那些 我为什么好好学习啊 对啊 这不是一个带给大家 带来快乐的节目吗 我不想回忆去那些日子 虽然这个莱伊拉看起来 好像跟大家一样啊 对学业什么的苦叫连天啊 苦苦哀嚎 哦 我论文写不完 我做不好 我考不好 但其实呢 她是别人家孩子 哦 就是这样吗 对 她只是在她自己的心态上 觉得她自己是个普通学生 更难受呢 对 其实很多的课题啊 录文 她其实自己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只是她不自信 哦 对 因为她不自信 所以没能完成 嗯 但这个时候呢 她就有一个独门绝技 嗯 是什么呢 哦 是什么呢 独门绝技 梦游啊 对啊 啊 真假 啊 每个人梦游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 对不对 嗯 但是 莱伊拉的梦游可厉害了 这就是她的独门绝技 她在梦境中呢 会释放自我 哈哈哈哈 释放自我 释放自我 睡 睡着的时候 她的嗯 另一面就展现出来了 她会重拾她应有的自信 嗯 然后激发出真正属于 她的才能和力量 哇 就是她 在我的梦境中 还想打败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确实是这种感觉 原来是这样做到的吗 对 就是她梦游的时候 她之前没有完成的课题啊 论文啊 根本不在话下 大鼻翼会 双双双 就完成了 哇 祝福吧 虽然 虽然我们有同一种烦恼 但是有不同的结局 哈哈 二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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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我要是当时高考的时候 我可以梦游 不可以 不行不行 不要 这种行为啊 考官会把你叫醒的 现在不可以 朋友们 别睡觉了 不要看我们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模仿这种行为啊 不要这样啊 确实 所以就是莱伊拉 自己知道吗 就是她能 她能意识到 自己在梦境里 在干什么吗 怎么说呢 她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毕竟 录文完成了嘛 而且上面都是自己的字迹嘛 对 但是呢 但是类似于在她形象研究不顺利的时候 她梦游穿越防沙壁遇到坎蒂斯之类的事情 就已经奇怪到她自己都不相信了 那确实是有点离谱的 是吧 是啊 也太远了 对的 但是呢 她跟别人讲这个实情的时候 不但不会有人相信呢 还会把她的事情添油加醋 越传越离谱 比如说啊 她是什么 梦游怪人 徒手翻越防沙壁 夜行千里抵达阿儒村 就很奇怪的都市怪谈就传开了 来 莱伊拉的内心十分的绝望 天哪 不过她 对 因为周围人看她更奇怪了 对对对 本来是神秘 现在变奇怪了 而且她自己还解释不了 是的 对对对 对 她没有办法解释 感觉就是有点挺无助的吧 所以就有点 被别人误解了 可能更加焦虑了吧 对 但是呢 即使她这么焦虑 但她的心底还是会有很多 很质朴的梦想 当然还有委屈啦 她也特别想要交朋友嘛 因为如果她很奇怪 朋友肯定不是很多 对吧 她想交朋友 想要出去到处玩 不过呢 这一些都要等到她学业完成之后 才能达到的 但是学业是真的会完成吗 现实也好难受啊 那还是做梦吧 去再睡一个 对 我好像已经能猜到了 她在战斗中 是不是也会借助梦境的力量呢 这么强的话 做着梦打架 做着梦打架 很厉害了已经 太牛了 来吧来吧 我们看一看那个书里记录的 莱伊拉的战斗方式吧 就算我们不抬头仰望 星空也永远注视着我们 天线的家户 星辰为我降下 哇 果然跟梦境有关呢 在她放技能的时候 就好像在护盾的保护中 沉睡一样 睡美人 睡美人 对 这个护盾就是 不仅可以保护莱伊拉 而且还可以在释放的时候 产生晚星 在当前角色 使用元素战技的时候 也会积累更多的晚星嘛 达到四个时 就会转化为 自动索敌的飞星 发射出去 而且对命中的敌人造成伤害 就是在元素战技的 护盾持续期间 每获得一颗晚星 不能说是一颗 一枚 对 一枚晚星 还会提升护盾的强效 这种效果 最多可以叠四次 使用莱伊拉的元素爆发技能 则会释放一个 帮助入眠的天球 持续发射星光弹 攻击领域内的敌人 而且它还会 为莱伊拉的护盾产生晚星 帮助入眠 好心动 睡眠困难 毕竟啊 毕竟莱伊拉是一个 尼多范蒂学院的高材生 就是莱伊拉可能还会给大家 合成角色天赋素材时 提供一些帮助 有一定几率获得两倍铲除 而且它的那个技能动画 也好梦幻呀 有颜色发光的水晶球 对 是的 我们的星星 对 好好看 好老板呀 这是能够帮助入眠的感情 不愧是研究星象的人 对 在睡梦中打架感觉这个设定也很有意思 那么这两位角色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邀请到自己的队伍中呢 什么时候呢 那么我们翻开记录着活动奇愿的新章节吧 好 在3.2版本的上半期 纳西达和宵宫都将迎来概率up 哦 而下半期 则会推出八重神子和达达丽娅两位老朋友的复刻 莱伊拉也会出现在祈愿中 获取概率大幅提升 哦 而且呢 除此之外 还有五星法器千叶福梦 也会出现在新版本的武器活动祈愿中 哦 哦 好 哦 接下来的一页似乎又是新的代码了呢 快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看 复制粘贴 叶宁老师也是一起进入儿童主世界了是吗 是吗 嗨 各位亲爱的旅行者 欢迎回到今天的前瞻特别节目 和我们继续在书中探秘 接下来的一章里啊 记录着最近在提瓦特大陆举办的一些活动 一场神奇的驯兽大比拼 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着 不仅吸引了不少当地的选手参赛 甚至还有跨国前来观战的外籍旅客 嗯 逊兽比拼 怎么比啊 你知道那些小蘑菇们打架吗 什么一斗行为 打 虽然我很想这么说 但是只能算是说得了一半 这场比拼呢 怎么破音了 这场比拼呢 是要让选手们运用特殊的道具 抑制宝珠 来捕捉和培养逊兽 并参与到战斗中进行比拼 虽然平时小蘑菇们也给我们造成过一些小麻烦啊 不过这次如果能利用好这个道具的话 似乎就能够和小训兽们展开一定程度的沟通了 哦 这难道是 在比赛过程中呢 大家可以偷偷靠近一定区域内的训兽进行捕捉操作 如果惊动了他 训兽就会跑到一定距离之外哦 然后抓捕到不同的训兽之后 还可以根据派蒙的建议为他们选择名字 培养他们也很重要哦 接下来就需要将一种特殊的养料 花花穷枝 调配成训兽们喜爱的组合 从而唤醒他们的潜能 在调配过程中可以使用对调 旋转 复制颜色等功能 还可以将已有的配方 直接放到对应的位置 这个穷枝看出去有点像果冻 派蒙不会投资的 而且还要根据派蒙的建议为他们选择名字 那会是什么好名字吗 来几个南京的床 那就得好好和派蒙理论一番了 上山龙玉下山虎 社会不由你派蒙作主 开始了是吗 开始了 不同的训兽培养出来 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能力和招式 没错没错 他们的能力呢 就要在接下来的强化特训中体现出来了 特训里会有协同攻势和药地防御两大挑战 大家可以指挥训兽们各自施展技能 对同一个目标发起集中攻击 也会需要指挥他们守护地脉阵石 我也要培养一只 好萌呀 我要培养一只 好可爱 好可爱 对 当时训兽出来的时候 大家好多人就是 哇 他好可爱 为什么要打他 酷酷表情 要当就当第一嘛 对不对 对 培养出来 然后争第一 争冠军 但是我总感觉啊 就是操纵这些训兽 还是有点风险的 是不是 就是大家平时在野外相处的 也不是很愉快 对 感觉可以去请教一下 请教一下提纳理 然后背他一顿现场教训 背他一顿现场教训 这个被子用得好 你说的这个现场教训 是不好的那种 还是不好的那种 想必是不好的那种吧 一定是不好的那种 不过在风险中详细试探 不能错过任何一次奖励 可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了 对的 再说了 这么可爱的小学生们 跟他们一起玩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吧 我也想养几只 好可爱 那说到奖励 除了常规的原石 还有培养素材之类的道具奖励 当任务进入到一定的阶段 大家还可以消耗活动代币 来邀请无所不能的商人 多利进入到自己的队伍中了 好 好爱好爱好爱 然后呢书中还说了 似乎除了新朋友 还有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 异国贵宾来到了比赛现场 他会是谁呢 那我们还是等待旅行者 在故事中与他再次相遇吧 好的 又开关子 又出现了 好 快让我们进入下一张 好像是一场非常有趣的试炼呢 试炼中呢 大家需要利用一些角色的特色技能 来完成一些特殊的目标 比如 利用烟飞和可力的攻击 触发超载反应 将史莱姆投入球门 使用夜蓝的元素战技 快速移动穿梭 避开巨大弹球 用削的下落攻击 将平台打回地面 用北斗的元素战技来击球 感觉这个技能还挺有意思的 可以准备好多火 对对对 看起来 是的 可以整合 你说的那些有些角色 那我没有怎么摆 别担心 这些试炼都是会提供适用角色 他们让我这么说的 然后既然要整合 当然是可以多人匹配进行挑战 这种活动多来点 多来点 你要有趣味 是的 对 然后书里还记载着一些 看上去就非常有挑战性的内容 比如这个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曾经的那个无相交响师 看上去这本书 好像也记载了一些新的乐段 我有印象 你可好像特别难 对的 这次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好像最大的变化 就是新的无相系列魔物 无相之草的加入 新的出现了 没错 无相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 终于也在3.2版本完成了正式入职 入职 上班 上班被大家打 除了作为大世界中的挑战怪物之外 也将在这次的挑战活动中 和其他几位无相一起 共同演绎一首全新的无相交响师 一起 一起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 在这次挑战中 大家将会面对无相之草 无相之冰 无相之火 还有无相之水 挑战前可以选择装配一些增益效果 然后随着难度选择的提升 增益效果的可使用次数 也会越来越少 就是限制你一下有点难度 而敌人的强度也会越来越高 所以选择好使用的时机也很重要 这 好操作的时候到 这基本只会哪里亮了点哪里 急了一口气都给用 全爱了 对的 听我说你先别急 背包里面的食物还有药剂 其实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没事 对对对 不行的时候就多吃两嘴 甜甜花亮机就行了 再不行的话就打一把低难度的 拿完原始走人完事 是的 确实确实 打个低难度的就可以了 有道理有道理 本人是拿掉不就好了吗 那下一章的内容好像也有点眼熟 为 我看一下 为插画师拍照 然后收集素材的活动 画外履照 还有我们的好兄弟 立本 立本 信息百货奇货也将再度来临 那 值得一提的是啊 这次拍照活动 也针对玩法体验 做出了一些优化 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预设角度 也可以使用旋转 调聚焦等功能 然后在大家在拍照的过程中 可能也还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小插曲 欢迎大家来体验新一期的画外履照哦 哇 又可以看到 总感觉这本书的内容很丰富啊 对 对对对对 好多内容 还没完呢 虽然虽然已经很丰富了 但是还没完 还有 还有 你先别急 居然还有 书的最后 书的最后是关于成歌壶的内容 再应用到自己的成歌壶中 或者是将自己 或者是将自己的装修方案给分享过去 哇 我的成歌壶终于不用吃一堆过来堆了 哇 可以了 哦 懒人的救星太棒了 太棒了 对 平时看了好多那种就 他们自己搭的那种特别厉害的成歌壶 对对对 我想复制过来 但是就很麻烦 这个就像是那种免费装修 一件装修 对 超爽啊 他们的装修方式都很华丽 对啊 对就很 想法很多 可以去借鉴一下 可以copy过来 很多时候 是的 我也想装扮一下的 可是 就 就 人家还是比较厉害 没有那个天色 我们去 好好好 好了好了好了 现在是终于读完这本书了 可惜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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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哎 嗯 不过 以上呢 也只是我们自己的解读 还是希望大家 在亲自阅读的时候 能有更多的收获 那么接下来 就是这本书中记录的 最后一座神秘代码啦 好耶 嗯 好 感谢各位旅行者们的陪伴 在节目结束之前 还有一则联动的消息要公布啦 哦 又有联动 元神 有多联动 元神 元神 是吗 和元神联动是吧 好 元神和元神联动 太好了 元神将联合 OnePlus一家手机 发布首款元神定制手机 后续呢 还将有丰富的周边 以及福利活动 等待着大家 有关定制手机的后续 发布时间和相关活动 都将在一家手机官方账号上 进行公布 感兴趣的旅行者 记得关注哦 那么 我们这一期的前瞻节目 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啊 感觉 怎么说呢 刚才有太多太多值得我期待的内容了 对 而且这个对我而言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版本 毕竟终于和好久不见的散兵 终于见面了 好帅 虚弥的这个篇章吧 还有很多内容 就是 目前是不能说的 对 我们大家自己去体验 对 无论是发生在虚弥故事中的新的伙伴呀 可能都牵动着不少玩家朋友的心 我们就是 期盼从游戏里获得更多的乐趣 新的版本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 希望大家喜欢 希望大家喜欢 而且虚弥的主线 魔神任务呢 虽然即将迎来最终章 但它并不代表着虚弥故事的完结哦 确实 对 在这一次剧情中呢 我们将要接触到的 可能是更离奇 更神秘的未知领域 在未来 它或许会给大家带来更多不同的体验 希望 希望游戏里小草神的智慧 也常常陪伴着大家 真的智慧啊 不是在玩梗啊 小草神的智慧 常常陪伴着大家 好 智慧 智慧是重音 智慧 智慧 好的 那么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